第四章 若看見天上有一個寶座 此後 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 我初次聽見 好象吹號的聲音 對我說 你想到這裏來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 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看那坐著的 好象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紅圍著寶座 好象綠寶石 寶座的周圍 又有二十四個座位 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 身穿白衣 頭上戴著金冠面 有閃電 聲音 雷轟 從寶座中發出 又有七盞火燈 在寶座前點著 這七燈 就是上帝的七靈 寶座前 好象一個玻璃海 如同水晶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 有四個活物 前後片體都滿了眼睛 第一個活物象獅子 第二個像牛毒 第三個念面像人 第四個像飛鷹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 片體內外都滿了眼睛 哈門昼夜不住的雪 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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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帝 知識哉 金哉 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敬拜和眾贊 每逢四活物 將榮耀尊貴 感謝歸給那座在寶座上 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那二十四位長老 就苦福在座寶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 又把他們的官面放在寶座前 說我們的主 我們的上帝 你是配得榮耀 尊貴權並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 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創造而有的 所以我會注意到 我們會有些人 針對焦法 然後我會注意到 你那種基礎 你會想找到 我會想找到 你的身份 給你 我會想找到 你會想找到 你會想找到